Excel儲存格單位的應用 那我們來看,這是個技巧 那Excel 每一格都叫做儲存格 按滑鼠右鍵有個儲存格格式喔 那這個很重要,來 我再打個日期,我們來看一下 我打個1,寫線22 如果沒有打年的話,就是今年 打年怎麼辦? 2019,寫線1 寫線22 那兩個不一樣耶 點著它,點著西欄,Ctrl鍵加1 我可以讓它都一樣 日期都要讓它很簡潔,都長這樣 這樣就有點困擾囉 這兩個看起來其實不一樣耶 點著它,從這裡才知道 這叫2020年 這個叫做2019年 OK嗎 它可以長得不一樣,再來喔,1寫線22 來,Ctrl鍵加1 我把這個加我改成什麼,星期幾的 1月22號是星期三 那 11月22號呢 那等一下喔 我把它改成什麼 周 周三 它不會是周三啦 只是告訴你用 星期的格式出來 這是周日 11月22號是周日 那我想告訴你,你看一下喔 這個喔 好,來 這個我會改成11月22號啦 這11月22 這就尷尬了,11月22 好,這個再加一個喔 2019年 你看一下 11月22 這個呢,我也改成2019年 剛剛是沒有改完嗎 這個是2020年,這個是2019年,這個是2019年,這個是2020年 這樣看 很刺激吧 對 那我想告訴你,這裡就真實內容在這裡,這裡可以長不一樣 OK嗎 好,來 那 再一次有數字呢 靠右 老師 可不可以這邊出現30元 可以喔 那我先打一下給你看 10元 加10元 再打一個啦 這可不可以相加,當然不可以 數字靠右,文字靠左 所以點起來的時候呢,告訴他 請你幫我把30元,三個10元加起來 他說你別鬧了 那叫做文字 那老師可不可以加,可以喔 這個內部就叫10元,不能加 可是呢,你可以讓他 改格式把圓秀出來 但是他依然是數字 老師在說什麼東西啊,來 點這裡,Ctrl鍵加1 看到看到看到 這叫做制定 你打個警字號 我給個圓,這樣就可以加了 這是更改他的格式 更改看,按確定喔 這個是可以相加的 這叫30元 那這邊改20,當然會改啊 20,20,20 你仔細看喔 這個地方內部叫做文字要10元 點這裡其實它是數字20 在Excel地方資料編輯會呈現原始 真實的內容 可是 長相可以不一樣 老師我們這個不是圓耶 我們是 買碼耶 這是碼喔 把這裡改成什麼 碼 碼 你改香也可以啊 他為你愛改什麼 那其實各位仔細看一下 標準的打法要這樣打 前後要加雙引號 我剛剛是省略了 我剛剛是打個警號圓 還有印象嗎 他自己幫我加 我打個警號圓 他知道你打錯了 好 我換成打好了 一打兩打的打 看見嗎 那其實你再點進來 Ctrl鍵加1 他說你打錯了幫你補好 前後理論上應該加雙引號 喔那仔細我想告訴你喔 這個是10元叫做文字 這個叫做數字 我只是讓它長的不一樣 把單位秀出來 我這三個不要出來啦 不要出來你就把它回覆覆成一般的數值就好了 要不要變2.0 20.0 喔這小數點0的嘛 預設是小數點兩位就討厭了 我們通常把小數點拿掉啦 那就20加20等於60打 你可以把單位秀出來 來請你先試一下 點起來 Ctrl鍵加1 在自定的地方自己給它 當什麼 井字號 正規的做法應該加雙引號啦 來我就變成 水果是香的 正規的做法加雙引號 如果你沒打他會幫你補 你看見嗎 所以呢 再改個30 換你的 體驗一下吧 更改儲存格格式